這邊就會有個教學論壇 我每一次上課都會把教學論壇貼上課的影片 理論上應該會傳到你們的信箱裡面 不過有一種情況可能就是 你們好像加入的時候有個選項說 要不要自動幫你把信件寄到你的信箱 好像如果你沒有勾選要的話 它就不會自動轉寄 所以我上禮拜的課程這邊有 就是我們的第二次課程裡面大概講哪些東西 這邊也都有啦 比如說我們一樣 把Eclipse把它再啟動起來 啟動之後的話我們更完整的講一下 Eclipse裡面哪一些東西是必要設定的 一定要做 如果沒做的話 那你這個環境就亂不起來 那以後你要開發那個Jungle的專案的話 一定就靠它了 如果你不用Eclipse的話也是做得出來 只是說你要下非常多的指令 那些指令的話你要在DOS底下去執行 還要打一些指令 那相對起來 如果用Eclipse會方便太多太多了 那這個也是一般的書籍裡面沒有提到的 一般的書籍裡面就是叫你打指令 你們自己去翻那本 或者其他書籍都差不多 我看來看去很少在講用圖形畫介面的 頂多是有提到用PyTron 網路上好像YouTube 不過那個環境我之前講過那個環境 你要用到專業版必須要付費 才能夠完整的功能 那Eclipse不用 它有完整的功能 但是不用付費用 自由軟體 那裡面的話當然要 也就是說 如果你第一次上課的環境不OK 剛有同學問到 你也可以去下載我雲端上面的那個 懶人包嘛 那懶人包的話呢 我是放在安裝環境裡面 你也可以把懶人包下載下來 解壓說到低碟 只要記得跟你之前安裝的環境 資料夾名稱不要一樣就好了 有兩個環境沒有關係 資料夾名稱不一樣就可以了 比如說一個是叫1一個叫2也可以 資料夾名稱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再去執行它也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說你的環境不OK 你就可以把我的環境下載 但是呢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第一個它檔案其實還蠻大的 大概300Mbps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因為一般的電腦裡面呢 大部分都沒有裝那個Java的JDK 因為Eclipse執行的時候 你一定電腦裡面一定要有裝JDK 如果沒有 那就會跳出什麼 它會第一個就執行的時候 就會跳那個什麼 它找不到那個JVM 就是Java的Virtual Machine 就是它要有一個虛擬環境 那這個就是必須要裝的 但是這個不是必要選項 因為如果你之前已經裝過 你就不用再裝 它只要裝一次 你電腦裡面就有了 除非說你電腦有重灌過 不然的話 理論上之前有灌過 就不用再灌了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理論上現在因為 下載應該是還蠻快 因為現在我發現 大家的那個頻寬都拉大了 甚至有的都拉到100Mbps 甚至最大好像是300Mbps 這是非常快速啦 所以 我們這邊可能大家一起有在用 所以比較慢一點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相關的那個 講義部分的話 像第一次上課 我的上課簡報 我這邊也有 如果你需要的話 自己再把它打開 我之前的那個 上課的簡報 我也把它放在這裡 如果你需要的話 可以這邊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 相關的說明 安裝環境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相關 後面我們會再 會結合什麼呢 Python的入門 入門的部分 就上學期講過的啦 比如說呢 我可能會需要做一些 跟那個 程式做互動 那互動部分的話 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它 可能原來上個禮拜做的東西 可以再把最後的結果呢 放到哪裡呢 可能就放到 我們那個 網頁上面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邊有一題啦 可能會講的比較快一些些 如果你對這部分不熟悉的同學 可以自己稍微再看一下講義 那裡面的話 比較重要 像流程控制 一幅的邏輯判斷 比如說呢 後續我們 針對上個禮拜的那個練習 可以延伸 比如說呢 我可以 輸入一個年齡 讓他去判斷說 他到底是未成年 還是青年 壯年 老年 OK 假設啦 比如說你今天輸入一個參數 他接收到之後 他可以丟出 Respond 有沒有 上面好像有一個HTTP Respond Respond的意思是說 返還給你啦 所以會有個request request 就是他會接收到訊息 實際上 在那個 server端 就是伺服器 我們現在講的動態網頁 這個動態指的是 你跟server之間的 動態互動 其實所謂的互動 就是說 因為有一個server 就伺服器它24小時開車 那裡面他有資料庫 有資料 他怎麼丟給你 所以你必須要給他一個訊息 就是他會接收到 你要什麼 所以會有個request 然後會丟回來給你就 Respond 所以一定是request Respond 那問題就是說 你要怎麼丟給他 丟的方式 有很多種 如果以前學過PHP 我最強調的是 一個是get 一個是post get的話會在網址上面看到 UIL上面有個 什麼什麼相關的參數 有個問號 或者什麼 可以傳遞給他 那post的話呢 是不會 你看不到網址上 但是他還是可以丟 他會比較有加密 安全性的話 會用post方式 那這個部分的概念 其實 無論是哪一種動態源 像PHP JSP ASP ASP Darnet 一堆像 即便是Jungle 他的概念也完全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Jungle每一本書 前面第一張 可能寫的都跟其他 那個動態網頁的其實都差不多 跟你講一些網路上的相關知識 如果你以前有這方面知識 那最好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大概後面會提到 還有像BMI 比如他身高體重 輸入之後 返還給你他是不是標準 或不標準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慢慢會把這個 像類似的這樣的範例 再結合到Jungle裡面 也就是說之前 我們是直接在 python裡面run 那現在的話 就把它再改到 我們Jungle環境裡面 可以把它執行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還是請各位有時間 自己看一下 這個放在講義 所以 安裝環境 講義 那其他大概就雲端白板了 上個禮拜的東西呢 其實也會在這個 建立專案 及APP 這個單元 所以呢 上個禮拜的東西 我們再把最重要的部分 再跟各位複習一下 也就是如果你要建立一個 Jungle的專案的話 一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Eclipse開啟 所以呢 我們一樣到我們的那個 低疊底下 我把那個低疊底下 Jungle的環境 那我這邊有個Eclipse Jungle 但是如果說你剛剛不是有一個 下載了一個什麼懶人包 對不對 那個懶人包呢 我把它下載到這邊 你只要怎麼樣 把它解壓縮到這邊 我習慣拖拉過來 解壓縮字詞就可以 不過只要什麼 解壓縮字詞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的名稱有沒有 是一樣的 所以他問你說 已經存在怎麼辦 先取消一下 記得乾脆把這個 原來舊的齁 我習慣是加一個底線 加一個old 再解出來 只要兩個目錄名稱不一樣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欄 你要用我的欄 你之前的那個環境 好像有一些問題 沒關係 你就把它解出來 那解出來之後呢 它的名稱呢 會叫做 Eclipse of Jungle 你就把它執行起來 就是我之前的懶人包 那你原來的東西還在 它會不會衝突呢 它不衝突 因為它是 免安裝的版本 免安裝的話 意思是說 彼此之間不會互相衝突 那你會想說 那很多版本 會不會有什麼缺點 就浪費空間而已 其他沒什麼缺點 像因為Eclipse 我前面講過了 它除了可以開發 Python之外 它可以開發 Java 可以開發 Android 可以開發 PHP 可以開發 JSP 一堆 那所以像我以前的做法 我反正每個資料 絕不一樣 那我今天要開發哪一個 我就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就可以開發了 對不對 那這樣不就可以多環境 而且其實說真的 它雖然說它的 解出來有416MB 可是其實跟其他的開發環境 比起來的話 Eclipse 真的算是非常的 什麼 省空間了啦 400多MB 不到一區耶 像那個Visual Studio 我講過 你隨便一裝起來 都要340GB的空間 比起來的話 其實已經算是非常的節省了 那你只要怎麼樣 再把這個環境 直接解壓縮之後 一樣 裡面的東西都長得一模一樣 你就執行這個Eclipse 然後呢 再做什麼呢 相關的設定就是 至少你要先確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你有沒有把Eclipse 跟Python做 兩邊的做串聯 做連接 那連接的部分的話 記得那個韓式庫要引用進來 無論你是舊的環境或新的環境 其實做法都一模一樣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想 開頭做吧 再來就是我們 就是開始建立那個Jungle的專案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 先準備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 接著來看後面的部分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